有關第二條第三條就是領土變更案的這個部分 其實以憲法的部分其實領土變更憲法已經明定修憲門檻的限制 那公投法中其實可以不用再放進來 因為你後者其實不能夠抵觸前者嘛 你即使放進來也沒有辦法高過憲法或比低於憲法 如果把第五款拿掉的話 那如何的透過法律的規定去實踐 在憲法裡面所規定的事項 會出現立法空白的狀況 但是在公投法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基礎上來講我們是反對台獨 我們反對台獨 但是既然民進黨已經做了 在條文上做了把它放進去 而且我們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付出代價 所以我們從善如流 立法而動全身 現在大家在這裡只要抗這條 要想到時候 這條我也先 我們先把條先來 這樣比較快